伍州的集装箱码头 应该说建的比较长了 是03年建成的 设备12台焊桥 轨道桥是31台 伍州国际作为天津港 集装箱码头一个重要的单位 去年应该是做了257万TU 应该说是比较量是比较大的 近几年全球集装箱传播越来越大型化 现在能达到2万TU的传播 其中美工班这一条船能达到7000箱 这就要求我们30小时以内 都要完成 这就对码头的设备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自动化改造 提升了我们轨道桥设备的生产能力 以前我们都是五六层高 通过改造之后我们的轨道桥作业效率 整体的能力提高之后 所以说你用不着就摆放五六层高了 占着我们一年的运营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 就是堆场的处理能力 那么五周国际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提高 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让我们接纳更多的船舶来作业 并保证所有船舶在港的传噬效率和它的准办率 通过统一的设备调度和稳定高效的运转 我们挖掘出了所有轨道桥协同作业的潜力 设备的使用率也是提高了将近有35% 五周国际在去年一边改造一边正常的生产运营 甚至在去年改造期间的吞吐量 比前一年还有增长 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 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但是我们很庆幸大家一起度过了这个难关 套子跟设备之间的这个接口也是非常关键的 直接关系到堆厂运行的效果 我们的操控比呢 在保证生产效率的时候能够达到1比6 这个应该说是展示了我们APP的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我们这个码头生产的整体能够比以前要提高10% 满足了我们的生产需求 提高了我们的作业能力 这个项目的改造应该说是非常成功 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效果 对于自动化来说呢 自动化对于我来说吧 圆了一个我须司机的梦 自动化改造以后呢 不但呢是我们的那个工作岗位啊 工作环境啊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也在一起工作 不像原来一人一个机车 这个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遇到生产上的困难呢 我们可以共同的去解决 对于我来说吧 是太好了 其目的呢 也是提高码头的效率 降低码头的营业程度 也适合我们现在传播大型化发展 这一目标 这一趋势 现在呢 应该说我们 这个工艺的选定 是非常正确的 这基于这个团队 一个是技术过硬 再一个就是 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和这个敬业的精神 在这个项目里 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海角发展 我也希望 ABB呢 能够充分发挥 你们的技术优势 充分发挥 你们这种团队精神 为集装箱 田丁港集装箱 码头的发展 甚至全国码头 集装箱的发展 做出你们最大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